看到这条资讯我们再来关心几条来自奥克兰地区的资讯 我们来关心下有关城市统一整体规划 对奥克兰未来建筑高度方面的限制 由于当地居民担忧一些地区建筑物过高受到遮挡 奥克兰整体规划计划对奥克兰建筑高度进行削减 今年3月份奥克兰整体规划公布后 大约22000人发表了反馈意见 本周二奥克兰议会批准了奥克兰统一整体规划 根据公众的反馈意见 人们普遍担忧增加建筑物的高度 例如在原规划草案中 在Newmarket Papakura和Westgate Macy North地区 可以从目前最大高度21米和33米增加到72.5米 根据市民的反馈 奥克兰市议会提议保持类似于目前的最大高度的限制 在奥克兰的其他部分地区 像Mirford、Newton、Otahuhu、Palmere和Three Kings 建议建筑高度也从32.5米被控制在16.5 到24.5米之间 然而尼伊中的一些规划 仍然将一些最大建筑物的高度建得更高 就像在Onihanga 尼伊中的建筑物的最大高度 增加了从16.5米到24.5米 在Pakuranga从32.5米增加到了48.5米 奥克兰市的副市长Penny Harris说 统一整体规划已经经历了很长的讨论时间 Harris表示 规划反映了确保质量发展和有关修改之间的一定平衡 奥克兰各个社区都表达了对这一规划的关注 奥克兰市议会表示 在未来30年 奥克兰预计将再增加100万人口 因此城市整体规划 需要综合考量现实和未来的发展